我便開始問同事有沒有用的 布袋原來太方便 他們已經掌握了 我簡直是在我的眼鏡完成了 我們是樹洞香港 其實我們是一個以心理學 去幫助香港人建立一個 更加強硬的心理根性社企 我們服務的對象 主要是廣大的香港人 二來我們亦有了一些企業培訓 及顧問服務 其中一個最近我們的發展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心理科技研發 我們出了一個應用程式 做醫療保險 都是想給同事一個放心的感覺 我覺得一個品牌給人的感覺是否放心 這是我們挺體重的 基本上品牌的感覺 給我來說是挺信心的 與時並進 我自己都是一個90後的職業 我給一個感覺是要品牌知道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是想甚麼 會陪我們一起成長 二來蕭思森當然想支持香港品牌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 煲胎會配合到我們公司的原因 特別是我自己是很懶人 我不想弄一大堆形式 我覺得現在全部東西是數據 簡單、方便、放心 氣氛配合 這些就是我們都會想和煲胎合作的原因 我最大的感覺就是沒有甚麼感覺 因為全部東西都很方便 我覺得其實沒有感覺是好事的 你不想每天兩個星期爆一次報 然後說那裏有些文件要你弄 我想每一個做生意 我們都是想專注在工程度上 而不是在管理的東西上 用了煲胎 我有這樣的感覺 我看用了一兩個星期 好像沒甚麼事發生 好像整件事沒有分別 我就開始問同事 其實有沒有用的 煲胎 原來是太方便的 即是他們已經批評了 即是我正在下輪胎 那些同事聽回來當然喜歡 就是我們由一間小開設 沒有醫療的選擇 開始到福利是多了 我們更加提供 他們一定開心 一定喜歡 我自己的感覺 是對於套餐是有用的 即是可以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由醫療的利益 是全面的 這個我覺得是僱主其中 是一個可以吸引一些 志同道合的夥伴人的因素 這都是醫療的利益 能夠送給我們的好處 我們的宗旨是透過心理學 去幫助人 我會說活得真誠 還有自我超越的勇氣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香港是一個挺壓抑的社會 可能很多人有些事情做 都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望 他們反而比較少 去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我覺得心理科學 在這個層面上幫助 無論是個人的發展 或是在積涯的志向 其實了解自己 發展自己 對一個人來說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就想透過推廣心理學 去達到這個目的 好多人以為 樹洞香港就是YouTube頻道 只有我一個 其實不是 我們是香港社企 我們有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 第一個就是一些心理課程 我們有一些輔導的課程 個人成長和影響力的課程 而我們想做些甚麼呢 就是一個可信的個人成長課伴 不知大家看到坊間有沒有很多 想完課程好像可以褪變人生 我們有時覺得 這類課程的自學不夠認真 是否真的比一些可靠和穩妥的香港人 我覺得其實的需要一直在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想自己的生活好些 每個人都是想看到自己有得成長 但是也不能否認社會有阻力 首先香港的生活文化會迫人 我們未必直接改變 但是至少是一個信得過的夥伴 你知道他的資訊是經過查核的 是認真的 你可以倚靠他的科學 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 那算是香港會做這類課程 再來我們也會做一些心理的諮詢服務 另外就是因為工作得人 生活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有時會直接提供一些企業的培訓 一些項目包括例如我自己會教売技術 我會講理負責技術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的話 就是多數人持工 其實他不是不喜歡公司的理念 或者不喜歡整個公司 他多數是跟上司合不來 一個好的管理技術 是可以折散了很多浪費的時間 所以這是我們會做管理 心理學為本管理的培訓的原因 謝謝大家